管你什么喜不喜欢 我自己穿着高兴 这是盆还是板 这不 这不错啊 这个设计挺别致的 真是 真是好看 但是我工作室不是这个风格 谢谢啊 不是这个风格 咱们可以改成这个风格 这茶还不错 小老师 看这个 看这个 这个我觉得挺不错的 这干嘛用啊 放点首饰啊 化妆品 我都没有首饰 我买它干嘛 我给你买不就行了吗 我真觉得这不错 酒 卖酒 不贵 这是老板是我朋友 放心啊 大车 咱谁都是你朋友 那是 我朋友伍伏斯还 我 晓晓老师 我感觉这个东西好啊 做工非常大起 我感觉我前世 什么呀这是 这应该是 醒酒器吧 把这放在你工作室 以后如果说 你要跟别人喝酒的话 是吧 你们得开坑酒吧 咱们也吃完 长得跟叶狐似的 你知道叶狐吗 知道呀 那你还要 放回去放回去 叶狐怎么了 那它如果是叶狐 它也是个漂亮的叶狐 对不对 你用得上 我也用得上 我用不上 那我用得上啊 听话 放回去 那咱白来一趟 不能啥也不买吧 走 去一家 走啦 再看看 走啦 再看看 陪我看看 你带我来这儿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不是 我要去一家 这都几点了 又一家关门了 你关门就关门呗 哪有浑身衣服重要啊 我现在一门心思地都在工作室上 拿着死地换衣服 我现在一门心思地都在工作室上 我跟你讲啊 就是因为你现在这样 自己单独干工作室 更应该穿得体面一点 对吗 你担心的问题 请全部交给我 好吗 现在你是我女朋友 以后你可能要跟我出去见 很多朋友和客户 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 对不对 所以你要穿得大气一点 体面一点 这样我才有面子 你什么意思啊 你意思我穿成这样 给你丢人了吗 没有 而且当老板怎么了 当老板就是穿一身 设置品一身名牌嘛 你对老板定义 怎么那么肤浅呀 那 那你看你这 这些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我穿得高兴怎么了 这些 这些是好看 但是它跟我的经济能力 不相符你知道吗 我穿得难受 别人看着也难受 我自己更便宜 等也许将来我有经济条件了 我可以买 但不是现在的 好 走了 我大概明白了你的定乎 很有道理 但是我喜欢 走 走啊 管你什么喜不喜欢 我自己穿着高兴 我自己穿着高兴 怎么还生气了呢 搭配 有去 有去 你 然后 我让你 弄 你 你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